话说中国四大火楼城市为什么没有西安 我感觉西安也可以入选为中国四大火楼城市 之前有网友问我西安这个旅游有没有淡季 他每次来西安都感觉人特别多 那告诉你西安每天都有旅游淡季 西安的旅游淡季在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这个时刻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五点钟 这个时间点西安的大街小巷人非常少 因为太热了 好家伙 今天的社会温度已经超过了35摄氏度 之前老在网上看到中国四大火楼城市 但是西安没有入宝 为什么 我感觉西安这个温度也淘气热呀 今天已经有30多度了 街道上人挺少的 这边是西安的市中心啊 地标性建筑钟楼 下面这里是钟鼓楼广场 平时这个广场上人挺多的 都是游客在这里逛街呢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人比较少 因为太热了 大家都在房子里面躲着休息 乘凉呢 今天西安真的是太热了 能在这个天气出来在外面旅游 那都是永世 三十多多的天气 把人都快烤化了 感觉现在都快要比上火焰山了 中国四大火楼城市有哪几座 大家入选的四座 有一座武汉 武汉是在长江边上 那边也挺热的 还有一座是重庆 重庆是一个盆地 据说重庆 重庆那个地方也非常热 第三座城市是哪座城市 好像听说是南昌也入榜了 没有去过南昌 不知道南昌夏天热不上 还有一座城市 说是长沙 长沙也挺热的 夏季温度也非常高 为什么没有西安呢 我感觉西安可以入选为 中国四大火楼城市之一 夏天的西安太热了 这就是西安旅游的淡季 每天下午2点到5点钟 这个时间的非常炎热 西安的旅游淡季 大家如果以后来西安旅游 进景点怕人多的时候 可以选择在夏天 这个时间短 下午2点到5点钟去景区 我估计景区人比较少 那边看到一个旅行团 我估计景区人比较少